身为mini旗下首款SUV车型的Countryman 乃是在2010年首都亮相 而随着时间到了2010年11月 全新第二代miniCountryman也在洛杉矶车展正式发表 新一代miniCountryman在外形设计上保留了mini经典元素 及SAV跨界基因 但整体线条不若现前圆润 通过肌肉线条与列为方正的头尾灯 带来更刚强的运动化外观 而整体车身尺码更是比上一代车型更为放大 车长增加200毫米 车宽增加30毫米 轴距更是多了75毫米 来到了2670毫米 与同集团的宝马X1完全相同 至于在车内部分 首先取消了直立排列方式的中控台 冷气出风口也从圆形改为长条形 以全新的8.8寸液晶触控屏幕为主体重新设计 搭配繁体中文界面与卫星导航系统 同时更采用全新的ID5操作界面 极简的图像与界面设计 更富科技现代感 另外 全新的miniCountryTimer越野计时器 还可侦测并统计 车上在上坡 颠簸 湿滑 湿滑等路面上的时间 共有6个越野等级 全新第二代miniCountryman 通过更为放大的车身尺码 整体车身空间表现明显提升 首先像是后座头部空间增加了9公分 7部空间加上了5公分 一般状态下的行李箱空间达到了450升 在4比2比4分离后座椅倾倒后 更能扩充至1390升 后排座椅还可前后滑一扎13公分 此外 这次Countryman还标配感应式电动尾门 最后的动力心脏部分 Cruber这箱搭载1.5升三缸污轮增压汽油引擎 搭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原厂公布最大动力为136匹226米 而Cruber S车型 则是搭载一具2.0升四缸污轮增压汽油引擎 搭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输出可达192匹280牛米 本期内容由天下有车证理创作 欢迎大家留言及讨论